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如果大家看影片之前 可以點贊、訂閱、分享 如果見到有廣告可以的話可以看 謝謝 拜拜 大家好 我是阿賴 今天有個聽眾問 問我們問題 今早晚的Biz哥 想了解由香港轉機的歐洲 例如瑞士、德國、法國 歐雲已經打了兩針 請問有沒有轉機及檢疫問題 有沒有其他網址可以看到 英國對其他疫情風險評估 這件事呢 禮爺今早上特意和你掛資料 禮爺你可以說 其實是沒有資料的 原因是 我的意思是 由歐洲轉機過來英國 她說 我猜而已 英國 整個英國 她的管制 即是關於疫情的限制 只有這一個 大家經常進去看 只不過是分地區 現在這一個 這一個是英格蘭 現在這一個是英格蘭 現在這一個就是英格蘭 現在這一個網站 看到嗎? 這裡是說明的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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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去威爾斯的 你就按這個 是嗎? 是嗎? 你去蘇格蘭的 你就按這個 如果你是去巴爾蘭的 你就按這個 我沒有詳細看過 他們有沒有特別大的分別 如果你是真的去那個地區 你只是去威爾斯的 我們先當去英格蘭 就按這個版面 這裡有寫明 如果你打了兩針 它現在沒有分地區 你是打了兩針 即是沒有打針 還有打了針的分別 沒有分別 如果打了針 然後就會跟這個做法 寫明給你看 你就要預約兩天的測試 是 來之前 接著就要 complete Personal Locator Form 是嗎? 以前一樣 48個小時 那就 不需要隔離 因為你打了針 是 但如果你還沒有打 那又怎樣? 還沒有打呢? 如果還沒有打 還沒有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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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這個做 你要預約兩天 和八天 來之前 三天做檢測 另外要填 Passenger Locator Form 另外要留在自我隔離 十天 那它就沒有規定 你是在哪裏 你可以在家裏 什麼都可以的 那這個基本上呢 我知道整個 整個英國各地區 都是差不多的 那如果你想知道詳情的 就剛才我所說 你們蘇格蘭 按進蘇格蘭那裏 那它就會清清楚楚說 告訴你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那有很多人在那裏問 這個蘇格蘭這個比較清楚 如果你打了兩針 那是不是跟剛才那裏差不多 那詳情呢 你可以按進去看 什麼為之打了兩針 什麼 你要做兩天的測試 是怎樣預約 那個 這個大家都相同熟悉 那個Passenger Locator Form 大家都應該熟悉 應該不用開集格 你填了 應該很簡單 那就是說 很簡單 如果你打了兩針 其實你在哪裏來的 都是無所謂的 因為現在 我記得 英國已經沒有了 紅色地區 或者國家的限制了 基本上已經是沒有的 所以你轉機 是沒有問題的 暫時 在我們講義一刻 是沒有東西的 是 所以就是自己是分 打了兩針 就是全製薄 或者不是全製薄 或者不是全製薄 就是沒有 你打了一針 都不算全製薄 暫時 是 國藥好像都包的 沒有 科興都包的 會包 但是未實際 真的一個喜訊 來的 打了一科興 但是未實際實行 充足國際 國產貨 港集會 會 這裏就寫得很清楚 但是有些 譬如這個 不是已經 不打了兩針 打了一針 沒有打針 跟剛才那一針 又是差不多 是 長程裏面 你可以進去裏面看 也有人問 喂 那又說 18歲以下 又不用隔離 又不用打針 又不用其他 是 你要看回每個地區 我知道蘇格蘭 就是 18歲以下 而你來的地區 你來的地區 是已經實行了 這個疫苗計劃 他是承認那種疫苗計劃 是 是 18歲以下 就不用打針 還有 如果 你 11歲 或以下 那些 來到之後 連兩天的測試 都不用做 這麼棒 最大的分別 是什麼呢 有打針 第一 你來之前 不用做那個測試 來到之後 不用隔離 來到之後 只要做一次 兩天的測試 是 但是 如果你不是的話 你不是的話 即是你沒有打 那麼多針 這樣的話 就要來之前做測試 其他的東西 基本上一樣 然後 你要自我隔離 就是這樣 至於 小孩子 基本上 11歲以下 就應該是 什麼都不用做 當然要填 這個 這張方法 要加回去 10歲以下 每個人都要填 小孩子 就可以加入去 你的大人 我記得 那麼 那個實際的情況 就要看你自己 去哪裡 至於他承認哪種藥 即是哪種 最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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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兩隻 現在暫時 你進去就看到 什麼為之 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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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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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格蘭 它承認 牛津這一隻 對 這一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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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還有 要注意 雖然你打了兩針 但是要14天之後 這個是很重要的 對 對 如果你打了兩針 但你未夠14天 進來 他都當你 不是 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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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即是 你也是要 旁邊 要什麼 那你自己要住 14天 對 我們回答了這位 不知道是陳先生 和陳小姐的問題 當我回答了你 好 這個問題 這個網址 我會放入描述內容 你們自己 這個 這個是蘇格蘭的 通常要放英格蘭的 對 然後你進去英格蘭的 那你就不用動 就這樣看 對 但如果你去其他地區 就在這裏選 對 就這樣說 這樣就最方便 有興趣自己 進來 有什麼說 現在說 是現在 當然 一個月之後 你可能 又不同了 或者十天之後又不同了 所以你之前 你自己進去 對 在藝術內容 進來進去看看 有沒有改變 不要 今天是說 11月19日 應該是 10月19日 對 所以 說完了 今天 我更新了一些東西 證明的聽眾 有一個或者兩個 已經發現了 我上面有個Facebook的群 對 因為 為什麼我會搞這些東西 因為有很多聽眾反映 200磅 200磅 不是說笑 你沒聽錯 我也沒說錯 200磅跟你看一次樓 不是成功買樓 是看一次樓 所以 還有 有些屈爆機的 叫做 什麼公司 總之 我跟你看完層樓 收了鎖匙之後 又說要做十幾二十萬 你才可以脫掉 上半個月前 有個聽眾跟我說 問我怎樣可以踢走那個 A準的合約 我跟他研究過 最後他都成功 成功分手 你不做 你告訴律師 不關律師事件 他自己找回來 那些律師 說不做就不做 不關律師 那些朋友 最後給了五千元分手費 即是五百磅 跟那個A準公司分手 即是他用A準分手 對 不要理會 終於有說 如果走錯邊 就要跌錢 那你自己想 這幾天 有幾個聽眾 不停聯絡我 找Chris哥看 Chris哥 其實說到你 我也是收你居馬費 有六十塊 說真的那句 當搭車 不是收你很多錢 但現在需要的 你就 這類的E-mail 你可以進來 剛剛怎樣進來的呢 你就在我的Youtube的油門上 這裡寫著 Chris哥在英國 這裏有個Facebook的網頁 你進來 我會有三個服務 第一 我和禮爺 會有一個叫 物業托管服務 可以幫客人代辦一個中務 即是我們都可以和你找 找租客 只是在大群組 但是又這樣說 我幫你看樓 我才幫你去群組問 如果你不是我幫你看樓 你自己去群組問 這個就是你自己決定 但第二個 當安排 假裝你日後日常的租務問題 因為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知道有很多人 其實有很多 我的聽眾 很相信我的 都很多人WhatsApp我 就說找我幫他走 那我的人就不在蘇格蘭 我也不介意的 很多人在英格蘭那邊 就隔著 買了在這邊 就打算租出去 對 因為我有見及子 我和禮爺都研究過 不如這樣 我們當是一個 收回你居馬費 即可能你日後有什麼 租務問題 要搞什麼什麼 我們駕車過去都要錢 但不會收你很貴 你放心 總之你有的 你控制我 我就和禮爺安排 怎樣駕車和你忙 你是什麼問題 就這樣說 我想都是50鎊 或者是40鎊 到時才訂 因為我們 免費 寫這麼多東西 因為我今天才 放這個網址出來 所以 如果有什麼需要 你找我 還有 檢查房屋 裝修 新舊問題 為何有這樣的服務 因為我剛剛說過 有一個聽眾 就被A長公司 滾進去 然後要把A長公司走 然後他和我研究了 半天 幾個小時 我研究過他的房子 他說 你的房子有很多東西 不需要收拾 因為你的房子不是自己住 你租給人 有些東西不用裝修 就不要裝修 那A長公司 就是這樣叫他弄 這樣就要弄 你弄回十二三萬元 你真的要走 不是他怎樣賺你錢 Gris哥和禮爺 其實不會是這樣 我會給你這段影片 我真的會和你去看 那樣東西 覺得那樣東西是功能的 就不需要換 你就不要換 你可以換 你自己要求 你說可以換 我亦都不會阻礙你 但我會告訴你 哪些可以換 哪些不用換 你自己到時候 說回你想換 還是不換 最多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還有我們會租車服務 如果你們有些人想在機場 要找人接送 有行李 或者水族車的 我們就有車的 那你到時聯絡我們 就可以載你 當然要約我們 到時你約我們 還有下面 也有個叫物業托管服務 因為剛剛都說過 有些人 會來這裡買樓 人會在這裡 那我好像剛剛說過 類似的 對 總之你有什麼物業 要管理的幫忙 你可以找我 你電郵給我 沒問題的 但如果你很多話說 你可以直接在Signal找我 我亦都不介意 大家在這裡 我給個電話 到時如果有需要 我給個電話 你直接WhatsApp 我和我聊也不要緊的 因為有時文字上的東西 就表達不完 今天我講的東西 這麼多 禮爺有沒有事 沒有 希望大家注意這件事 很多人很心急 在香港還未來 都有幾個跟我們聊過 其實很老實 我都跟他說過 最好不要這樣做 最好你自己可以來到的 當然是最好 你親身看一看 其實是最好的 有時有些東西 合我地心水 或者我覺得都可以 正如像Chris哥 剛才說的 我覺得不需要做 你不是你 但你覺得很介意 你想做 我沒理由阻礙你的 所以都是這樣說 如果你真的很有需要 那我們就幫你做 是的 因為Chris哥是想幫你省錢 而且不想你花那麼多錢 因為其實你英國買樓 老實說 很多人去看樓 但很多人都不會看樓 但真正會看樓的人 一看完我這條影片之後 他知道什麼是會看樓 什麼是不會看樓 其實這條影片我扔了一半 一半是資料給你 還有一半是沒有扔出來的 又是這樣說 我跟你們看的 我真的老實說 我是很認真和你做這件事 如果你用60磅 不要當是有人工 我駕車過去也要這個價錢 那我就說不要當是人工 基本上是很便宜的 我跟你們說真的很便宜 要說的話就說完了 我純粹是 因為有幾個聽眾 我反映以前 我不是很想跟人看樓 但為什麼最近 想幫你們看樓 因為真的有幾個 跟我說 找Adrian公司 給人收200磅 看樓 我心想不貴 既然你給人收 不如我幫你看 我真的這樣想 所以說 我收了60磅 均馬費 就這樣 我星期六 明天有個客人 星期一也有個人 約了我 幫忙看樓 還有 未來也有些在談 只會越來越多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 就聯絡我 我跟阿麗 又怎樣安排 另外 我也說回 我們之前沒有一套 出過 說回報率的問題 是 發覺 其中有四大 即十大裡面 四大 在蘇格蘭 上次 是 反而最高 就是加拉斯哥 回報率 加拉斯哥 接著就到 阿巴天 阿巴天 還有一個 我還記得 爲阿巴天 阿巴天 好像十一 爲阿巴天 上次的消費 當然是高 所以 比起上來 就卡拉斯哥 回報率 就高出很多 的 呀 我不怕和你說 我現在手上 起碼有四個人 或者祝四個人 在聯絡我 都看這一邊 的 卡拉斯哥的 細格版 他們打算做AB&B的大亨 有任何人生決定都不要緊 有需要去找我們,我真的不是劏你的 我純粹是幫你看樓 你找人看200部,不如我幫你看60部吧 最好的方法就是這樣 你有什麼補充嗎? 沒有 今天講到這麼多,多謝大家收看 謝謝你